提前泡好的裙带菜 我们给它切成小段 裙带菜非常的营养 它的含盖量是牛奶的十倍 而且口感特别特别鲜嫩 小孩子喜欢老人也喜欢 切好之后我们给它装在盘子里面备用 西红柿对半切开 去掉中间的硬芯 然后也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一条去皮的丝瓜也给它切滚刀块 切好放盘子里面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 打两枚鸡蛋 用筷子给它迅速的滑散 接下来切点小料 一小块生姜给它切成末 锅烧热 下少许的食用油 将蒜末加进来小火炒出酱味 然后下一个西红柿 然后下一个西红柿 然后淀粉 然后淀粉 加入一点点的食用油 给它翻炒出汤汁 像这个样子就好 然后把淀粉和鸡瓜 淀粉倒进来翻炒一下 大概翻炒一分钟 将鸡瓜稍微炒软 然后我们加入开水 我们先来划鸡蛋 锅里面油温热的时候 下入鸡蛋 划去像这个样子就好 嫩嫩的 然后我们将火关掉 煮开之后 我们撇去上面的泡沫 大概煮三分钟左右 然后将鸡瓜煮熟透 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把好的鸡蛋倒进来 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给它搅拌均匀 搅至调料化开 低脂又低卡 营养美味的芹带菜丝瓜汤 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丝瓜汤 可以当菜做汤 晚上的时候 还可以拿它当主食 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喜欢 也赶紧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 好 好